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恨恨远远又何必太在意 鸣克里啊 卧颜而去 最终不过兄弟情谊 世事难料人生的悲喜 好好坏坏都靠自己 爱与恨那一笑而去 平平淡淡才是夫妻 且回回首 眼晕过 我把春光灯白头 那千金岁好 快乐难找 我潇洒主持大公道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笑开红尘人不老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求得意生了逍遥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把酒当个最尽啸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求得意生了逍遥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求得意生了逍遥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求得意生了逍遥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求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求得意生了逍遥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 相公 慢点 好 提累吗 不累 张某曾听言 山阳县县令苏乳能颇有才干 文章亦是字字珠基 张某想在此停留一日 结交这位苏大人 这 这太可惜了 山阳县县令苏大人 昨日刚刚去世了 什么 山阳县令去世了 是啊 是啊 苏大人因心病突发 医治无效 昨天晚上刚刚过世啊 苏大人为官轻症 想不到 这 好人命短啊 张某早听说苏大人 为官轻症 恭而忘思 张某早有意与他结识 想不到他竟先去了 可惜啊 李大人 不知何日出遍呢 这几天天气炎热 苏大人又没有什么朋友 本官做主明日出殡 那明日张某也当去送殡 以补卫食之愿呢 爹 爹 爹 女儿还没有尽乡 你怎么就留下女儿一个人走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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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是被人害死的 爹 爹 你死的仰望啊 爹 米大人到 苏大人啊 你走得太早了 我们都来看你来了 我们 又少了一位国家的东凉啊 李伯伯 李伯伯 我爹死得欺骄啊 李伯伯 孩子啊 你节哀啊 你爸爸有心病 我不该让他喝那么多的酒啊 李伯伯 您听我说 我爹没有心机 我知道 我知道的 孩子 你节哀顺变啊 今后啊有什么困难啊 找李伯伯啊 我一定要帮你解决的 李伯伯 孩子 不要胡思乱想啊 没有那么多的事啊 不 不是那样的李伯伯 我要开关严实 没那回事儿孩子 不要激动啊 不要那么激动孩子 李伯伯 我爹是被害死的 他是死于心急啊 不是的 你不要想那么多 孩子 你听我说 我爹死的冤枉了李伯伯 我爹死的冤枉了 不冤枉啊 我用证据 证明我爹是被冤枉的 李大人 你一看就知道了 来人 带苏小姐下去 把棺材抬下去 好 事情都烧掉了 快点快点 李大人 李大人不要烧啊 爹 爹 爹 怎么回事 张大人 我爹死的冤枉和张大人 为小女子做主啊 苏姑娘快快醒醒 到底怎么回事 张大人 我爹死的冤枉啊 我爹是被人害死的 张大人 苏姑娘慢慢说 早不来晚不来 怎么拼这会儿来 苏姑娘啊 张大人你要被我测试过 李大人 苏姑娘这是什么 张大人哪 苏姑娘伤心过度胡言乱语 她神志不清 不 张大人 我没有胡言乱语 我爹死的冤枉了 张大人 我爹是被人害死的 李大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张大人 别听得胡言乱语 苏大人是死于心急 有武座的报告 还有我们列为大人之见证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是是是 对是对是 不 我爹没有心急张大人 我要开关夜市啊 张大人 既然苏姑娘这样说了 李大人 我们就开关一宴嘛 诶 张大人不能开关 武座虽然报告 说苏大人死于心急 可一定还有其他的疾病 这两天天气炎热 尸体早已腐烂 万一开关 会传染其他的疾病的 所以必须马上烧掉 胡说 胡说 张大人开关夜市啊 张大人 张大人 马上把苏小姐带回去休息啊 带回去 张大人 别听她的 把苏姑娘带回去休息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苏姑娘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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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姑娘 怎么办 怎么办 万一被她抓住了 怎么办 什么 俗街失踪了 是啊 我已派人搜遍全城 没见到她的踪影 万兄 这事关重大 你务必要找到她 她失踪 说明苏汝能给她留下了什么东西 或者曹毅交代了什么 万兄 你一定要找到她 我已通知了帮中的所有弟兄 一遇苏结 格杀无论 这李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他去送那个扬州之府了 万兄啊 整个山阳城 你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搜过啊 都搜了 不瞒你说 就连这个房子 我都搜了个底朝天呢 有一处万兄肯定没搜过 什么地方 扬州之府的船 我怎么没想到呢 梁兄弟 如果那个丫头 真在那艘船上 那么她知道的事 张英肯定也会知道 要不要连那个姓张的小子 一起干掉 万万不可 那张英可不是个小小的扬州之府啊 那是皇上遇点汉林 又同御前四宝交往神秘 他若死了 不仅皇上过问此事 而御前四宝又是何等人物啊 一定会一查到底 到时候你我哭得来不及 御前四宝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 难道他们个个都长了三头六臂不成 虽然说他们没长了三头六臂 但普天下的人 没人能惹得起他们 就连天地会 改帮都被他们灭了门厅 你说 就你我能惹得起他们吗 那我该怎么办 监视张英的一举一动 张大人 张大人 一路平安啊 张大人 走 走 好 我们进去吧 相公你看 来人 把麻袋搬开 是 老爷 你是谁啊 苏小姐 她便是山阳县令 苏主能苏大人的千金呢 大人 小女子 小女子的爹爹死的冤枉啊 请大人为小女子做主 替爹爹申冤 给你爹申冤 你要申什么冤呢 小女子知道你是个亲官 所以才冒死来求你 我爹爹是被淮安那帮人给害死的 苏姑娘 快快请起 来 起来说话 快起来吧 我们到里面去吧 请 此事关系重大 我一个小小的扬州知福 恐怕是无能为力啊 大人 小女子知道你是位亲官 没想到你也是贪生怕死之辈 既然如此 小女子也只有已死了 苏姑娘 苏姑娘 你误会了 就是啊 本官岂是贪生怕死之辈啊 本官的意思是 凭我一个人的能力去同他们拼 那无疑是以卵即食 本官将此事密奏皇上 皇上一定会派御前四宝来查此事 到时不仅你父亲的仇可报 这些贪官污吏 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多谢大人 好了 娘子 扶苏姑娘去歇会儿 这不是林大人吧 马老板 您屋里坐会儿 不用了不用了 今儿我还是随便逛逛啊 歇了歇了歇了 好 改天改天 改日改日 林老板去点什么呀 现成的 有葫芦肉 来一个来一个 好嘞 给您 鸡蛋 还有别的好菜吗 这 林大人那么穷啊 瞧瞧这不是林大人吗 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吃这种东西不失身份呢 我说贤侠儿媳妇儿 我说贤侄啊 是不是我那侄儿媳妇儿又没给你零花钱呢 我这是亲振联名 不像你们每天挥霍呀 对 我们订了报吃 没错没错 走走走闸 我看看啊 鸡蛋炒蛋煎蛋 你吃这么多的蛋 你会变成什么蛋 老板 给他加个果子 我请客 好嘞 老板 给他加个煎饼 我请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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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吃啊 不赔了 你们让我吃不好 总得想个办法 总有一天让你们连鸡蛋都吃不上 盆川 你在这干嘛呀 林 林大哥 来来来 来 等会儿 等会儿 怎么这么落魄呀 跑到这儿来吃面 别提了 这两天我手气太背了 我把这几年的钱都输光了 怎么那么背呀 林大哥 你又没有钱借我点啊 我 我的近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哪有钱借给你啊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的房子都压那儿了 弄不好的话 我 我都快没地儿住了 我给你出个主意 林大哥 你说 说呀 算了 你说呀 你啊 派兵把独家给封了 然后呢 把老板给抓起来 房子不就还你了吗 好主意 好主意 话说回来 人家都是有正当执照的 完了之后 你说这老板个个都有人撑着 你说这玩意儿 我要去了怒不好 你说我如果在那个 不太好吧 放手了 这大清律历啊 官员如果赌博的话 定罪的 别吃了 干什么 吃剩多少钱 你又要干什么 哎呀 多少钱 我只有二两银子 好办 二两银子可以吃俩猪蹄 一只烤鸭 嘿嘿嘿 吃饭去 干 干什么 吃饭去啊 吃饭吃面条吃吃饭 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 保证能把房子给你拿回来 而且咱俩还可以在一块 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死我等着 果然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那我请你定了 吃饭吃饭去 你看看 二两银子也行 有吃就不错了 这样行吗 行 皇上不是老说吗 当官要爱民如子 要轻振怜悯 咱俩掀齐振 连振风暴 他肯定啊 对咱俩另眼先看 恩的爱有家呀 话是这么说 可咱俩势单力薄 恐怕是孤掌难鸣 无人给咱俩撑腰啊 事情恐怕不好办 我得想一想 蠢腰 我得好好想一想 蠢腰 来 六王爷 您看看 您风上不错啊 多少钱啊 两文钱 蠢腰的来了 来了 你这做生意得本分点 两文钱 你说你本王爷玩啊 六王爷 六王爷 幸福费 幸福费 你们在啊 先来喝一杯 好好好 好好好 这老家伙行吗 行 他最近出去跟我差不多 肯定干 真的 六王爷 二位 在这儿忙呢 是是是 六王爷 老没见了 是是 您今儿怎么那么消气 对啊 郁闷 郁闷哪 郁闷 郁闷 喝一杯 就是啊 谁请客 您哪 您哪 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 这六王爷出门还得带银吧 要不您回家取 盆吐请客 好 好好好 这事儿 您喝一杯 上座 您上座 好嘞 您行 和您商量个事儿 我们俩正准备搞一场连阵风暴 希望您加盟 连什么阵啊 就是号召所有的 文武百官 都当清官 封赌场 关妓院 不许大吃大喝 是这个意思 都关了 我们玩什么呀 来来来 门关起来 他们在外边 对 我们在里边 随便玩 怎么样 好不好 这好这好 可以了 对好 咱们这样 先关赌场 关 对 大吃大喝者逮着 罚他一年俸禄 好 对 罚完以后 那些罚金 咱们给他封锁 罚金交给皇上 对 然后咱们关妓院 滚 逮着嫖娼的 当时就免职 好 那要是咱们被抓了 可怎么乱呢 咱们是抓人的人 他们是被抓的人 只听说过 抓人的人 去抓被抓的人 哪听说过 被抓的人 来抓抓人的人啊 王爷 听见了吗 王爷 虽然他说的 费劲 但是您听的 有道理啊 对对对 所以啊 咱们就给他 来个就地免职 对 还得让他们游街 一定得严点 好 咱们就从 衣食住行抓起 缴他个天翻地覆 你说的太对了 首先 把不让他们 干的事情 咱们一一列举出来 奏命皇上 对 写成奏章 对 谁写奏章 你说的 当然你写了 我 你写 对 我不认识葬 林天堡都不认识 不认识 王爷 您写 您写 我 我 不行不行不行 韩颜 找韩颜去 对 对 把他忘了 韩颜大才子 他写 我们三日后 进宫面圣 对 来 喝酒 这个是我们在 光天花之下 喝的最后一杯酒了 以后 都得关起门来 倒上 倒上 倒上酒 多倒点 别着急啊 来来来 干杯 来 妹妹 你就放心吧 我家相公 已经派人 预送奏折进京 我想 用不了多久 皇上一定会派 玉钱四宝其中一个 来这明察暗访的 姐姐 你见过玉钱四宝吗 当然见过 不瞒你说 林天宝还是我姐夫呢 你姐姐很漂亮 对吗 不 我姐姐长得 并不漂亮 妹妹的意思 姐姐明白 你以为 林天宝有地位 有名气 娶的老婆 一定非常的漂亮 错了 缘分这东西啊 很难讲的 说不定 妹妹以后嫁给 纳兰荣若 也不一定啊 姐姐不要取笑我了 好 姐姐不说了 大人 您回来了 好像我家相公回来了 怎么样了 有消息吗 没有 我估计送奏折的人 可能出事了 他们势力太大了 扬州府 已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我发现经常有可疑的人 在府外出现 密送奏折 恐怕是行不通 那怎么办 正大光明地送奏折进京 什么 明着送 对 根据你父亲 在严正司史 任盐隐官时 掌握的材料来看 预提盐隐 西银 媒隐 交西银三两 十五年来 应交国库 盐隐西银九百万两 这些银子 全被他们贪污了 我准备 以平常公文奏折方式 婉转提起此事 皇上乃是有道明君 定会看出端倪的 到时 必会派可靠之人 也就是御前四宝之一 来查此事 到那时 就算是天王老子 也保不了他们 大人果然才知过人 雕虫小记 何足挂齿 在御前四宝面前 这也就是小菜一碟啊 诸位 诸位 今天请你们来 是有要事相商 我觉得 还是早早地把张英给干掉 省得以后夜长梦多 不可不可 他一个书生 少年气盛 又如此举动 也理所当然 想当初 我们年轻时不也一样吗 可等到了现在 就会变得越来越圆滑 越来越世故了吗 言之有理 人哪是会变的 我就不信 他不爱财 普天之下 同钱有仇的 恐怕就只有一个人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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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子 诸位大人 近来方标来消息说 张英那小子最近可老实多了 他没写什么奏折呀 这小子知道的态度 杀了他 只怕皇上会起疑心 我看不如拉他上咱们的这条船 好 他只要啃上咱们的船 他就一定会杀了那个姓苏的丫头 你说是不是 有三位大人 几位大人 三位大人 您看我们这几个上朝穿的都挺整齐的 你们 现在挺整齐 说不定过两天就变了 今天我们在六合楼定了一个大包间 不过三位这事打扮 没份 没份 不能去 您就先盯着 散朝之后 他们要敢去吃 算我们佩服你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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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位请 请 散朝之后不敢吃 这什么意思 我说 李大人 林天堡那小子话里有话 皇上会不会有什么举措 这可说不准 那咱们这样 派人将六合九楼的包房全退掉 那咱散朝之后不是还得喝酒 我们一块是不是要铺张留着鸡包吃 不要约人就咱们仨 对 咱们偷偷享受 对啊 好 那咱们先上朝 好 好 走吧 走吧 三位爱卿 难道你们不知道上朝的时候 不能着奇装异服吗 我们穿成这样实在是有道理的 朕知道了 是有关廉政的事吧 皇上圣明 这是大学士寒言带起的咒词 请皇上过目 好 你们所奏之事 朕恩准了 朕就令你们三人全权负责 廉政事宜 谢主任 来啊 把这些人的名字 全部都给我记下来 每人罚银一千两 念他们是粗饭 再次发现打入天牢 林大人 怎么了 现在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吗 从现在开始 所有酒楼只许卖青菜 不许卖鱼肉 只许喝清水 不许喝酒 林大人 这不卖酒不卖肉 我这叫什么酒楼啊 岂有此理 谁敢在大人我的面前撒野 快给我滚 这位大人 您吃得这么好 穿得这么好 在下也没有办法 要不您看 你不就是要钱吗 拿去 滚 不但不服罪 还要行贿本官 证据去找 来啊 给我拉招打入天牢 走 走 走 你看看 这些人 每人罚款一千两 别 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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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 快点 都蹲下 蹲下 把所有的赌资都给我叫上来 快点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彭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 什么意思 老荡风毒场 什么意思 好小子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的后台是谁吗 你 你敢打我 你吃了豹子 打了你 臭小子 你敢对本官这样 怎么着 你就是玉皇大帝 前往老子 后台我也不胖 给我压起来 我看谁敢动我 我看 我看谁敢动我 谁敢动我 谁敢动你 我告诉你姓彭大 你会后悔的你 臭小子 记住了 本官我不姓彭 本官是满人 我叫豆饿彭春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带走 走 放了我 放了我 快放了我 是当官的给我站出来 本官可以从轻发落 站一边去 快 快点 剩下所有的人 每人罚五两银子 拉出去三十大板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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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三位大人 官居几品呢 七品 八品 九品 好好 这样 念在咱们都是 同僚的情分上 本官可以从轻发落你们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这位大人 不必先了 就是就地正法 何大人 这不是首次话吗 就是我们轻轻发落吗 赶快 拉出去 连打电话 快点 何大人 何大人 把人给我放了 兄弟 你什么玩意儿啊 我说出来怕吓着你 哇 你已经吓着我了 你再吓我一次 啊 我就告诉你 我 我姓李 李光帅 李光帅 当成大学时 李光帝 是我叔叔 你是李光帝的职子 对啊 我好怕啊 我这次死定了 以后我怎么办呢 这次我饶了你 下次你又在了我们手上 我弄死你 好好好 我滚 滚 快 快不快滚啊 我滚我滚我滚 不过在滚之前 我要办一件事 好不好 还有什么事 你说 别同你 打你 滚 我炸我 你个臭小子 你个疯狼 好命官 打 就是你叔叔李光帝 还我照样打 打完再罚 罚完再打 给我往死里打 你个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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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收拾他们 压着他们 到北京城好好逛一圈 让姚昌 让你们逛妓院 皇上三令五身 你们还敢犯 打 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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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以后这种争夺 我天天乐意当 以你为标准嘛 当争夺多好 罚大人 今儿个一百九十斤 昨个一百九十四斤 罚多少啊 盆大人 罚 立下来啊 我都瘦身了 还罚 我们的标准是一百八十斤 你老超 反正超过就得罚 对不对 对 林大人 我容易吗 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少罚点呗 你想抗旨不尊吗 这这我教 我教我教我教 发音 起衬坨 上衬 叫做 怎么样 轻了二十斤 那就恭喜李大人了 不过李大人脚上看招 李大人 今天是一百六十斤 昨天才一百五十四斤 整了六斤啊 要罚 罚一千二百两 他还蒙蔽廉政官员 怎么办 加罚五百两 一千七百两 交钱就罢 交钱就罢 竟敢摔我 多加一千两 两千七百两 交钱就罢 下一位 纳兰民族 还有几位啊 我这称图要 二百位 朕近日 说到扬州之府 张英的奏折 奏折中提到 盐引西银一续 张英的奏折 写得很婉转 却让朕吃惊不小 朕让户部查过 英角国库的 九百万两白银 下落不明 朕怀疑 有人贪污 贪污 现在朕是 大力提倡连阵之事 居然有人敢贪污 陈不才 愿请命 查清此事 好 朕就命你去江南 查明此案 今日即可启程 臣遵旨 皇上 臣有一事 向斗胆敬见 什么事 现在 人人蒋连阵 家家搞勤俭 皇上您的衣服 是不是太 华丽昂贵了一点 臣祈求皇上 也打几个补丁 装个样 做个榜样 准奏 好 臣奉旨告退 施氏伦 臣在 你即刻前往江南扬州府 去找张英 朕 隐隐约约觉得张英 似乎有什么话 不敢直言 你去了解一下情况 切不可打草惊蛇 臣遵旨 皇上 臣也有一事不明 既然 已经派林大人去查了 为什么还要派 施大人去暗访呢 天保 明察是搞廉政 是为了给江南的官员 吃颗定心丸 叫他们不要生疑 而不全 是暗房 而是专案 这叫双管齐下 皇上圣明 皇上 我们何不来个 三管齐下 臣也愿往江南走一趟 不必了 你 立刻前往军营中 选五百精壮士卒 抓紧训练 随时准备待命 喳 皇上 臣此番去江南 应该从何入手啊 你就先探访 山阳县令 苏乳能的死因 臣愚笨 请皇上明示 张英 在奏折中提到 想请朕 降旨 表彰山阳县令 苏乳能 但 朕觉得奇怪的是 这个山阳县 并不属于扬州府的管辖 张英 为何要为苏乳能 请功 朕 联想到上一本奏折 言语中隐隐提到 这个山阳县令 苏乳能 原本 是严司官 他 因得罪了上司 所以才被贬为 山阳县令 但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张英 在为苏乳能 请功的折子中 竟然有 曹运总督官吏本 和严正司氏 铁服的签名 这其中是大有文章啊 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那个山阳县令 苏乳能的死因 有问题 这样 你啊 直接去找张英 就行了 臣遵旨 皇上 臣 想告假两个月 怎么了 下月初二 是臣的王妻 卢慧梅的周年忌日 臣想去江南 平调 好吧 另外 你去江宁制造府 去问一下 问一下这个曹银 为什么今年的贡品 还没有送来 遵旨 来来来 张贤侄 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 以后只要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有的是你的好处 我铁服从来都是 有钱大家挣 所以在严正司使 这个位置上 坐了十多年 来 我先敬你一杯 多谢大人提携 来 我敬三位一杯 请 来 倒酒 现之请坐 倒酒 现之请坐 好 好啊 来 张大人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对对对 对 张大人 来 敬你一杯 好 来 请 干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去 贤侄 那个姓苏的丫头 你打算怎么办呢 卑职的意思是先稳住她 套出她的话 看她到底知道多少事 好 贤侄身谋远虑 老夫佩服啊 老夫佩服啊 哪里哪里 来呢 大人 这是 这些银子还有银票 先知收下 这怎么好意思啊 武功受禄实在受之有愧 先知啊拿着 这点零钱先买点家用 回头再给你治个院子 收下吧 那多谢各位大人了 多谢 客气客气 我这辈子哪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呀 这头都有点晕了 这要是让你的连劲 林天堡知道了 非把你就地正法不可 什么脸 林天堡这小子自己吃不饱饭 害得别人也跟着遭殃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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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京城的探子 非哥报道 说皇上派钦差大人下江南 视察廉政的事情啊 哦 秦柴是谁 林天堡 哦 真要是他来 那就好办了 不过官府早就准备好了 哈哈哈哈 嗯 对 通知赌场妓院 都隐蔽一下 咱们几个 也得做好吃粗茶淡饭的准备呀 信中还说 施士伦报病在家 多日没有上朝啊 报病在家前一天 皇上约他去觐见 估计 报病是假 微服私访是真哪 咱们也得提防着点 提防施士伦 窜到咱们这儿来 你去通知万福 让他派人守住水路交通要道 凡是遇到瘸子 一律格杀无论 相公 这些银票加在一起 一共是白银三万七千零 将这些银子收好 将来作为他们贿赂的证据 等林大哥一到 将他们绳之以法 皇上派姐夫来 他能干什么 林大人看似不学无术 论机敏在朝中确数第一 而且我听说施大人也出了京城 我估计八成是来江南暗访 御前四宝来了两宝 这下我放心了 多谢张大人一番苦心 四姑娘以后不要叫大人了 叫大哥就行了 是 大人 杨州已经到了 好准备下船 快 快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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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着点老着点啊 是什么人 想看什么 少废话 我们已经把船包围了 跟我们回盐帮去 盐帮 林大人 这位是曹运总督官吏本大人 大人 欢迎欢迎啊 这位是两江总督卢星祖大人 林大人好 林大人吉祥 林大人好 好了 只等您训话 请啊 林大人请 林大人 大家热烈欢迎 皇上圣明 他老人家教导我们为官 为官 为官之本就是亲政联名 所以今天啊 我只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我们如何亲 水就很清 清水里就没有乌合之重 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官员 都要良袖清风 不许贪 不许受贿 不许接受别人送的礼物 像我 任何人送的礼物我都不收啊 连一根针都不收 一根鞋带都不收 你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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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还告诉你啊 有一回人家送我两只飞机 油亮亮的 我还是没有要 这叫做连简 好啦 现在我给你们讲 第一个问题的第一个小重点 就是 我们要自己认清自己 我难道就不想要银子吗 我想啊 为什么我不要呢 这就是为皇上效力 要表忠心啊 当官不容易 要效忠皇上 要为礼礼百姓造福 你们说 你们 你们 没人了 那我就暂时讲到这吧 小子 还记得我是谁吗 不记得不要紧 你还记得万龙万虎吧 你在扬州任职的时候盼我两个哥哥死刑 今日 我就让你血债血偿 兄弟 能听我一句话吗 梁阔老弟 有话快讲 万兄 想不想发一笔横财 梁兄请讲 师不全现在在你手中 那铁大人和官大人最恨的人就是他 你何不用他先敲诈一笔钱来 再杀他也不迟啊 此话怎讲 却告诉铁大人 让他们送十万两来 否则的话 就送师不全进京 梁坤老弟 你真是个吃里怕外的高手啊 铁大人他们的事恐怕皇上早知道了 东窗事发是早晚的事 我说咱们也得给自己留条葫芦不是 以后我还得跟着大哥你掏碗饭去呢 好 以后你就做我的军事 咱们一大发财 师不全的命现在在咱们手中 咱们想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要 咱们一大发财 我们都是小青蛙 咔咔咔咔咔 喜欢快乐的生活 最爱说笑话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 每天快乐的唱歌 心动的启大 不做懒惰之娃 不做筋笛之娃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娃 要做勇敢之娃 让我出发 情话最伟大 有天遇到我的小甜蜗 千万别笑我 来哈哈 心话一听你都变蜂丝 和它一起来聊 恰恰恰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 喜欢快乐的生活 最爱是鲜花 我们都是小青蛙 呱呱呱呱呱呱 每天快乐的唱歌 心动的启大 不做懒惰之娃 不做筋笛之娃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娃 要做勇敢之娃 让我出发 情话最伟大 有天遇到我的小甜蜗 千万别笑我 是来蛤蟆 心话一听你都变蜂丝 就在一起来 跳恰恰恰 不做懒惰之娃 不做筋笛之娃 好好学本领 来把海冲撞 要做聪明之娃 要做勇敢之娃 让我心话 情话最伟大